虽然陆陆续续都有下雨 但对于日月潭水库的所谓没有很大的帮助 为此于是向意大少民德公 就与台南正统路纹门圣母庙来合作 进行陆海空的起雨仪式 希望能够祈求上天早日下雨 台南正通路里面宣布廟 这段是有着我们意大少校长 邀请一个我们六国乡、日立乡、乡、乡、乡 邀请我们开极玛、六合的玛祖 来告我们一段谈 其余因为是军两年前 庄校长也是有邀请 邀请我们开极玛、六合 来到这儿祈求 结果冬冬就是祈求 所以靠造成这个姻缘 今年继续来祈求 就是希望我们开极玛可以比喻 我们全国现身大德 都可以平安无数 这次的其余仪式是以陆海空 陆就是陆跑 海则是大船 而空就是大乘缆车 太久没有下雨了 热潭的水量节节下降 已经影响到了万物 整个那个农作物 或是说灌溉 或是说民生用水都严重的不足 最主要这次的骑移方式 我们就是非常诚意 我们用陆海空的方式来请妈祖 来帮我们骑移 所谓陆就是跑日月潭一圈 这个叫陆的部分 那海的话我们就坐游艇 经过拉路倒到水射 这个是属于海的部分 那至于空的部分 我们就想到日月潭揽车 做揽车上去 这样就是结合了陆海空的一个骑移的方式 愿望救助表示 酒汗不雨造成地方影响盛大 希望在骑雨过后能够早日降雨 大家都知道最近都没有落 产生到我们都在干旱 也造成到我们地团的都特产 都缺水的部分都吸收 这一处在我们若潭伊大嫂 我们的明德公 跟台南我们的路红门 共同来骑雨 不管是我们的路跑的部分 还是说我们的水上的部分 也有就是我们的做揽车的部分 都共同来骑雨 陆海空来共同来骑雨 在这里看看我们来骑雨 有给我们的提供白来疼烧 可以来降下我们的这个河水 再不下雨 不但码头会列宁封闭 许多地方的民生用水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希望在妈祖P.O之下 能够早日降雨 记者邱秉毅 渝之采访报导